Hello 大家好 我是TZ 今天我们来开箱的课程是 四小时学会打光 成为商业摄影师 除此之外 课程后段 我也会来分析 好好上的六堂打光课 我将告诉你 这些打光课之间 到底有哪些不同 你可能比较适合哪些课程哦 四小时学会商业摄影 是一门着重于商品拍摄的打光课 课程后段老师使用了 瑞士刀 金属罐 塑胶罐 三种不同材质的物品来做示范 如果你有拍摄实物需求 不论是接案 拍摄作品 或是兴趣嗜好 这都会是一门非常适合你的课程哦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门课在摄影灯光的基础操作上 不会做太多的解释 会需要一点基础能力才行哦 课程上半步 老师先进行观念说明 带你从 光的涵盖范围与边缘变化 光值的软印 反差的控制 高光的塑造 三种反射现象等等 一步步了解控光时需要知道的知识 但这些观念其实非常容易混淆难懂 但老师在课程中 做了非常清楚的举例说明 透过一张张的半例照片 你会突然豁然开朗 清楚了解这些控光变相 与所对应的效果为何 其中我特别喜欢老师打光的思考脉络 非常务实 这堂课才让我了解到 光其实会大大影响 物品在画面中呈现的材质 所以如何可以透过平面照片 来传达物品上面的资讯 与细节 就是这堂课主要解决的课题 美到光的背后 不再单纯只是所谓的好看而已 老师更能说出他的脉络 让你清楚明了 融会贯通 上完课后 我想要试试课程中的教学内容 然后缴交作业给老师 我尝试运用手边的器材 来拍摄火柴盒车 我想要把火柴盒车的材质给做出来 老师看完后给的回馈很多 里面对于火柴盒车的材质呈现 给予肯定 不过也说画面比较没有气氛 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它做出来 好 我们这次课程开箱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于打光课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选资讯栏中的连结 后面上我也放了 好好六门打光课的分析表 让你不会再进入选择障碍 如果你要拍摄的东西是物品 想要妥善呈现物品细节的话 复演工作室的两行打光课就非常适合你 这次开箱的四小时学会打光 成为商业摄影师 属于比较进阶的课程 如果你手边的器材比较简陋 想要在家就能轻易打造摄影棚的话 那就来考虑 一只针学打光 家里就是摄影棚这门课 提醒你这堂课募资到 7月18号的晚上11点59分 如果来得及就赶快入手吧 那如果你想拍摄的是人像的话 那马克老师的两堂打光课就非常适合你啦 相机外散的神奇摄影术 将从人像打光切入 带你了解用光原理 四张不灯图来看打灯这回事 就是一套打光招式秘技 课程透过3D不灯图让你了解 40个老师实际的打光场景应用 帮你内外兼修 目前同时购买两堂课有合购优惠哦 细节请看资讯栏 至于如果你想要拍摄食物的话 美食摄影 配色 摆盘 光影的视觉饗宴 和广告照片怎么拍 美食照片交给你啰 这两门课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老师都会从基础的观念带起 从灯光拍摄等等 让你搞懂美食摄影 我认为这两门课最不一样的地方 是老师的拍摄风格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点选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到课程页面参考老师作品做选择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喜欢这类课程开箱影片 拜托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托 如果你有想看到哪些课程开箱 不限于好好上的课程内容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拜拜